今天吃什么 咱们来做个烧茄子 我小的时候 几乎每家的妈妈都会做 那个时候如果是 哪一家做烧茄子 全都闻得点香味 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美味 咱们边做边说 咱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个茄子 把它切成滚刀块 一定是长茄子也好 是圆茄子都可以 我们小的时候 这北京天津去的都是这种圆茄子 切成丁 长茄子就是滚刀块 去皮 不去皮都可以 不去皮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被皮包裹这部分 它也可以避免吃油 我们这烧茄子 大家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做好了之后 茄子容易吃油 盘子底下帮了一堆油 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人说 哎呀我这里边先来点水 把它浸一下 让这里边浸水 它就不吃油了 但是您下锅的时候 它是不是爆锅呢 有的人说来点盐杀一杀 也是一样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撒一点这个干粉 这样呢 这个下锅的时候 这外边有一层壳了嘛 这个倒是可以避免吃油 但是这个做法呢 它就不是烧鞋子了 你就变成了这个焦瘤了 或者说是炸风 这种跟烧鞋子这个味道就不同了 你就失去这个烧鞋子的风味了 怎么解决问题 一会我们过游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这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鞋子处理好 然后呢 我们再准备一下配料 烧鞋子有三样东西 一定不能少 第一就是青椒 这辣椒和茄子是非常配的 您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这个辣的 这种辣椒 不喜欢的 您可以放这种不辣的这种辣椒 第二个香菜 这个茄子和香菜 尤其是烧茄子 放香菜的味道非常好的 第三就是蒜 如果您不吃蒜 您可以把蒜切的片大一点 这样您成菜之后 可以把它剪出去 下面我们来过游 把这个油呢 要升到200度左右 就是七成热到八成热 这样呢 您这茄子一下去 它表面就迅速固化了 这就不会把油吸进去 另外如果您茄子量比较多 您可能需要分两次来过游 另外我们 除了这个升高油温的办法之外 我们还要经过两次控油 您看现在这茄子刚下去 等它颜色变深 有点塌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控油 不许着急 说它都得塌了 因为呢 您捞出来控油的时候 这茄子还是热的 它本身还在捣热 还在熟成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它不熟 挖过来之后 过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您这控油的这个过程 确实很重要 您看 我们 现在控油之后 您可以看一看 我是控了大概五分钟 您看看下边 这已经有这么多油 如果您不经过这次控油 这一会儿都倒进菜里边去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锅再加热 再重新回到200多多油 就七成八成热的时候 再回去冲一下 同时也把这个青椒也放去 过来下油 您说刚才您就不是已经都 七成八成热下去了 那您这茄子一下去 它油温会迅速下降 那么油温一低 它就一部分油会吃进去 那么我们经过二次升温再冲一下 这个会把里边多余的油给它吐出来 时间不用长 20分钟 20秒30秒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它捞出来 再进行二次控油 然后锅上火放入葱姜 这时候您就别再放油了 因为锅里边还粘着油呢 然后把这个葱姜炒香之后 您就可以把刚才我们 在那儿控油的那个茄子和这青椒 给它放进去 这个过程是很快的 您如果火大 当然是这个非常迅速就成菜了 咱们自己在家的没有餐厅那种条件 也没关系 这时候我们要烹入酱油料酒 这个它是这个决定的菜的口味 同时还有您要注意 我们要烹一点醋进去 不要等最后这出锅之前 您烹酱油料酒的时候 就可以把醋下去 因为我们这个菜是过油的 所以说这个醋除了能够提鲜之外 还能够有这个解腻的效果 所以这里有这些醋 不能不放 然后呢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 差不多把您那个蒜 给它放进去了 这个蒜都不能放得太早 放得太早呢 它就变成熟蒜了 当然也不能最后再放 最后放的它是全生的 也不行 得让它这个蒜的这个香味 能够发挥出来 您出锅之前 最后这个两道程序 就是放入这个蒜和香菜 先放蒜 不要把香菜一起放下去 把蒜放下去之后 您把锅翻一下 或者说这个翻炒一下 等您闻到这个蒜和整个菜的香气上来了 这时候您再把香菜撒进去 搬炒一下 马上出锅 不要时间长 您当然也可以把这个 撒在上面也可以 咱们的这个锅油的方式 配料 您这烧鞋子就非常的香 尝尝吧 您看我们这个锅油之后 盘子底下并没有往着油 只要您掌握的方式 它不会油腻 loved ones 让我们再来 试 试 试 感谢观看